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不其然 当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银行后 立即训练有素地戴上面筋掏出武器 那接连射出的子弹宣告着一场抢劫行动的开始 伴随着一声声呵斥 劫匪们很快便控制住银行内的所有人 并将赶来的保安一拳放倒 接着劫匪头目命令银行经理将所有的出入口全部封锁 然而 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时 一名银行员工却趁着炸毁金库的轰鸣声 按响桌子下面的报警按钮 他的行为瞬间被看管人质的匪徒发现 没有丝毫犹豫 那匪徒便开枪将那名员工射杀 但一切都已于事无补 报警信息已经发出 警察迅速封锁银行 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警察队长卡罗 劫匪头目若有所思 接着 他便通过银行的电话联系到卡罗 并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他要求康纳斯警长与自己谈判 接到劫匪的指令 警局局长不敢怠慢 立即带人去寻找已被停职的康纳斯 原来 尽管康纳斯能力出众 但在两个月前的一次飞车追逐时 他意外杀害一名人质 这件事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因为顶不住舆论的压力 局长只能让康纳斯停职 并开除他的搭档约克 两个月的休闲生活并没有磨灭康纳斯心中的恨意 他根本不打算再次复出 但随着局长告诉他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以及一旁心怀正义的薛恩警员劝说 康纳斯最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不过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局长任命薛恩为康纳斯的新搭档 一方面是为了帮助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监视他 毕竟之前的意外还是让局长心有余悸 场面陷入僵持 全副武装的特警逐渐抵达 局长也带着康纳斯与薛恩赶来 看到老朋友归来 其余警员纷纷向他打起招呼 唯有队长卡罗面色不悦 在他看来 自己身为队长 完全不能将指挥权交给康纳斯 更别说他之前那起恶性事件 但破云眼下的形势与局长的压力 卡罗只能放弃指挥 留下一句威胁的话后 信心离去 因为情况危急 局长更是将特警队的指挥权也交给康纳斯 不过权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他命令康纳斯必须将所有人质解救出来 事不宜迟 康纳斯立即拨通银行的电话 听到康纳斯的声音 劫备头目先是夸赞他之前的英勇事迹 接着表明银行内足足有40名人质 而他也有足够的时间 在说了几段晦涩难懂的话语后 头目不再理会康纳斯的要求 毅然挂断电话 时间一点点流逝 距离抢劫爆发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看着越来越多的路人汇聚而来 康纳斯明白 等待的时间越长 风险就会越大 因此他决定让特警立即闯入银行 但特警队长告诉康纳斯 银行所有门都通过电子系统反锁 根本无法突破 不过康纳斯立即便想到办法 那就是从外面切断银行电源 而一旦银行断电 备用发电机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才能恢复供电 这三分钟便是他们解决匪徒 救出人质的黄金时间 一切准备就绪 正当特警队员准备行动时 银行内的劫匪突然将两名人质 倒挂在窗户上 那头目显然对康纳斯极未了解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看到那两名人质 康纳斯也瞬间明白 这是一个圈套 联盟通知特警队长撤退 但贪功冒劲的特警队长 却选择一意哭行 伴随着他的命令 所有特警队员来到银行大门前 但还没来得及突破 银行大门便猛然炸开 但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 银行各处不断燃起猛烈火光 巨大的冲击力 瞬间将所有警察炸飞 围观的群众也被吓得四散而逃 一时间 整个场面极为混乱 而在那爆炸的硝烟中 银行内的人质戒脸逃出 康纳斯倩状 连忙带人冲入银行 然而此时的银行内 只剩下一片狼藉 哪里还有半点劫匪的影子 此时所有人才明白 那些劫匪早已混入人质中逃离 可令人奇怪的是 经过一番检查 银行内的现金竟分文不少 不过这时 银行经理想起 他们银行存放着一个中东王子的箱子 而在上个月的夏洛特银行 也曾遭遇一场抢劫 劫匪们的目标不是现金 而是那个箱子 但本着对客户负责的宗旨 银行并不知道那箱子内装的什么 尽管康纳斯这里毫无头绪 但另一边的薛恩却有了发现 他反复倾听之前劫匪头目的通话录音 发现那几句晦涩难懂的话语 其实是出自一本名为 混沌理论的书籍 并在吃饭时将这一发现告诉搭档 不过康纳斯对此却毫不在意 在留下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后离去 这一举动 让自尊心受挫的薛恩颇为不满 他收起康纳斯的钞票 用自己的钱付了上 尽管因为切断电源 导致当时银行监控失效 不过通过外围的监控录像 警方还是锁定一个名为戴明的嫌疑人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康纳斯随即带人赶往戴明住处 那戴明显然很有问题 他在听到警察敲门后 直接毫不犹豫地朝门外开枪 并通过窗户外的逃生梯来到楼下 开车向远方逃离 眼看嫌犯溜走 满枪正义的薛恩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他当即征用一辆路旁的摩托车 拧足玛丽向前追去 最终因为路上散落的纸板 薛恩不慎摔倒在地 他只能懊恼地看着逐渐驶离的戴明 但这时 一辆警车突然窜出 撞在戴明的车后方 正是康纳斯及时赶到 他逼停那辆疯狂的汽车 并用暴力手段将戴明击晕 终于将嫌犯制服 二人再度回到戴明的住处 警方在这里搜出一大袋子钞票 薛恩直接断定 戴明参与了这起银行抢劫案 但随后的话语便泼台一头冷水 经过辨认 这并不是银行的钞票 而是警局政务室的赃款 因为任何接触都会使痕迹采集变得困难 所以警员会直接在钞票上喷洒 带有刺鼻气味的液体 而这些赃款则是来自四个月前的 国家银行抢劫案 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正是队长卡罗 这惊人的发现 令康纳斯若有所思 他随即带着薛恩赶往警局的政务室 看到突然归来的康纳斯 看管员哈利意味深长地盯着他 看了许久 随后才放他们进去 当康纳斯带着薛恩来到国家银行政务架时 在那上面放置的赃款 果然不一而非 好在任何人取走政务都需要签名 他们随即让哈利寻找是谁取走的赃款 卡罗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登记表上 一切的证据都指向那道貌岸然的警局队长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劫匪对警察的行动了如指掌 为什么卡罗对康纳斯接替自己的指挥那么恼火 而工作的压力与婚姻的破裂 也为他提供充足的动机 正当所有人准备盖棺定论时 一直沉默思考的薛恩突然提出 如果卡罗真的参与这期抢劫 那为什么劫匪没有让他负责这期行动 只可惜薛恩的质疑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 卡罗的尸体被妻子发现 他已经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当众人赶到时 警察已经从卡罗家里搜出银行的图纸 以及沙头王子的照片和行程 这无疑证实了卡罗的罪恶行径 正在这时 一旁的电话突然响起 劫匪头目的声音再度传来 他继续说这混沌理论中的话语 并表明自己这么做不是为了钱财 而是为了复仇 但当康纳斯接起电话时 那边却随即挂断 正当薛恩疑惑 为什么劫匪已经解决了卡罗 还要将康纳斯选进来时 警长再次告诉二人一个消息 因为上次的抢劫 中东王子已经将自己所有的箱子取走 这再度让薛恩一头雾水 劫匪不要现金 不要箱子 他们只是闯入并炸毁银行 这完全说不通 但康纳斯却有些不以为然 似乎是多年的警察生涯 让他见过太多离奇之事 他只是安慰着薛恩 表示过了今天 这一切都能说通 不过正完全无法打消薛恩的疑惑 他不停地重复着刚才劫匪说的话 突然毛色顿开 劫匪的话语其实是一道指引 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事情的起点 也就是那被炸毁的环球银行 通过断电之前的监控画面 薛恩敏锐地察觉到 有一处摄像头被人为的移动过 他们立即来到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 在那里的键盘上提取出几枚指纹 接着康纳斯让一旁的黑客黑入这台电脑 看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一切安排妥当 此时也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但这顿晚饭并没有吃太久 薛恩打断正在洗手间与抬敌温存的康纳斯 告诉他指纹匹配结果出来了 是一个名叫李的程序员 二人立即驱车前往李的住处 只可惜他们还是来晚一步 劫匪头目已经潜入李的房间 抬手将他击毙 听到枪声的康纳斯二人随即破门而入 但那头目却在偷袭薛恩无果后 从房子后门离开 接着坐上汽车扬长而去 只留下满脸懊悔的薛恩 尽管让那头目逃脱 不过此时警员也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之前昏迷的戴明终于醒来 但他仍不肯透露任何信息 而此时跟着康纳斯学习了一天的薛恩 突然请鹰 适宜自己来审问戴明 只见他从医药柜中拿出一小瓶马飞 用针管将其抽出后 缓缓注入戴明的吊瓶内 这种药物小剂量的使用 可以让人放松瓶颈 但一旦注射过量 就会直接致人死亡 薛恩的音森的话语 与吊瓶内不断浮起的气泡 终于将戴明的心理防线击溃 他告诉二人 银行劫匪的头目名叫斯戈特 他也正是之前因为劫持人质 而被康纳斯击毙嫌犯的哥哥 所以斯戈特这次的目标 就是为了向康纳斯复仇 离开医院的路上 薛恩告诉康纳斯 自己不可能真的使用马飞 他只不过是假切生理盐水 来恐吓待明 看着手中的药瓶 康纳斯嘴角 扬起赞赏的笑容 他已经对机敏的薛恩 产生浓厚的兴趣 根据线人的情报 斯戈特与另外两名嫌犯 约定今晚十点碰面 接到命令的众人 纷纷赶往目的地 但在蹲守的过程中 台地的手机意外响起 清脆的铃声 立即引起那两名嫌犯的请觉 他们直接掏出手枪 一边开火 一边退回屋内 直到已经打草惊蛇的众人 也不再隐藏 纷纷冲入那极为阴森的房屋 不过似乎是为了保护薛恩 康纳斯选择他 去房子后面遁守 经过一番搜寻 台地与同事看到 贴满康纳斯照片的墙壁 如此诡异的画面 令他们二人倒吸一口凉气 在击毙一名嫌犯后 台地也发现 藏在房间角落内 急降爆炸的定时炸弹 他立即高声呼喊 众人撤退 并及时拦下 准备冲进房子的薛恩 但此时的康纳斯却因为 另一名嫌犯纠缠 而无法脱身 当他将那名嫌犯解决时 时间已经太迟 炸弹应声而爆 冲天的火光将整座房子吞没 看着那害人的火海 众人才猛然警觉 康纳斯并没有逃出来 艾伤逐渐弥漫在空气中 听着局长那冠冕堂皇的说辞 台地第一个忍不住 朝着他破口大骂 他觉得局长一直在嫉妒康纳斯 他觉得康纳斯比局长更像个男人 而一整天的陪伴 也让薛恩明白康纳斯的为人 他这次没有站在局长这边 他觉得台地说的没错 此时的台地才追悔莫及 因为他已经想明白 如果听从康纳斯的指挥 那么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 只可惜事实已成定局 说什么也都于事无补 看着康纳斯还未吃完的口香糖 薛恩脸上不满难以掩饰的哀伤 但事情还未完结 真凶还没被捕 他还不能放弃 此时之前的黑客 也从银行电脑中看出端倪 根据黑客的讲述 薛恩逐渐露出震惊之色 此时他才明白 这起抢劫案有多么离奇 完全称得上是 迄今为止最大的银行抢劫 涉案金额有足足高达10亿美元 而这也是最聪明的一次抢劫 劫匪在银行电脑内植入一种病毒 这病毒会从所有的银行账户内随机提款 但这些金额全都不超过100美元 因为银行的保安系统只会关注大额交易 所以这病毒的操作才可以一路绿灯 最为离奇的是 病毒还建立无数个伪装账户 那些钱会不停地在这些账户内转移 一直持续到明天的营业日 以此来确保账户不会被人追踪 当明天警察查到最终账户时 劫匪早已带着那10亿美元逍遥法外 而讽刺的是 当时康纳斯切断电源的提议 正好让隐藏在电脑内的病毒 有时间发作 所以斯科特不是打着抢银行的旗号复仇 而是打着复仇的旗号抢银行 但尽管明白了这一切 薛恩却只能满脸沮丧地坐回到椅子上 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他的管辖范围了 正当薛恩离开警局时 斯科特的电话却再度打来 他先是夸奖了薛恩今天的英勇表现 接着告诉他 自己解决的都是最有应得的恶人 不过卡罗在这件事中却是无关紧要 这句不经意的话语 却瞬间将薛恩点醒 因为没有卡罗 斯科特就无法知道警局内部情况 没有卡罗 斯科特就没有抢劫计划的启动资金 于是薛恩将哈利叫到审讯室 通过自己比对 之前登记表上的签名 根本不是卡罗自己写的 薛恩频繁掏出的证物 与勃然大怒的吼声 让哈利承认 自己是因为看不惯卡罗的所作所为 才会选择陷害他 但在接下来的交谈中 哈利无意间的一句 谁能比几匪更了解康纳斯 引起薛恩的注意 这时他才明白 自己一直追查的目标 根本就不是斯科特 而是康纳斯之前的搭档 约克 而两个月前的那场悲剧 失手击毙人质的人 也不是康纳斯 而是他的搭档 约克 他盗用斯科特的信息 将警察们玩弄于鼓掌 他对康纳斯了如指掌 因此才能每件事都抢先一步 他曾经身为警察 所以才知道 怎么陷害卡罗 既然确认目标 那么搜寻就简单很多 黑客很快通过手机定位 找到约克的下落 此时的约克 正在一家商店内购买食品 当他推门而出时 迎接自己的 却是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惊艳劳拉的约克 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他用惊慌失措的演技 让薛恩放松警惕 接着 趁机开枪反击 最后返回商店 将店员挟持 看着与他举枪对峙的薛恩 约克只觉得 这一切是多么的讽刺 两个月前 正是他站在薛恩的位置 如今却误视人非 警察变成罪犯 正当局面僵持不下之时 台敌及时赶到 只可惜他的到来 被约克察觉 当即朝着二人所站位置 连开竖枪 接着约克朝商店后方的码头逃去 码头上堆叠的集装箱 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 让约克与薛恩 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 但一有风吹草动 二人便如惊弓之鸟般 立即开枪 不断地射击 让约克很快打空弹夹 他只能朝着远方奔逃 而听到那急速的脚步声 薛恩也是明白 约克失去反击的手段 于是 他连忙朝着响声追去 但惊艳尚浅的薛恩 还是中了圈套 被躲在暗处的约克偷袭 手枪瞬间被打落 二人随即展开搏斗 约克因为没有顾虑 出手也是狠辣无比 很快便占据上风 他牢牢勒住薛恩的脖子 企图将他制服 但正当约克以为胜券在握之时 薛恩挣扎着 拿起掉落在地上的木棒 狠狠地砸在约克的后背 剧烈的疼痛 令约克不由自主地松开手臂 薛恩趁此机会 一个过肩摔 挣脱束缚 并捡起面前的手枪 转身朝着正欲上前的约克 连开两枪 致命的子弹 令约克再也无法向前一步 摇摇欲坠的身体 最终落进一旁的水里 见约克被解决 精疲力尽的薛恩靠在身后的鱼网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刺耳的警笛声越来越近 似乎宣告着这场案件的落幕 但悲伤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色调 薛恩与台底一坐在刚才那家商店内 诉说着对康纳斯的思念 正当薛恩掏出钱包准备结账时 一股熟悉的气味钻入她的鼻子里 这是从她白天拿走康纳斯的那张美元上传来的 而对气味却是脏款上才会有的味道 轻轻嗅着那张纸币 薛恩逐渐陷入沉思 她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一些事 一些关于康纳斯的事 没有任何停留 薛恩直接赶往康纳斯的房子 在这里 她见到那本混沌理论 看着书内那一句句被圈起来的话语 薛恩心中浮起一个可怕的真相 这场抢劫案的真正主谋 自始至终都在自己身边 她连忙让黑客帮她调查 康纳斯有没有购买今天的机票 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 薛恩猛然看到手中书本上的一个名字 詹姆士·格雷克 黑夜已经退去 黎明悄然到来 根据黑客的调查 薛恩赶到康纳斯所在的机场 而他也被躲在暗处的康纳斯发现 于是 康纳斯拨通薛恩的电话 他告诉薛恩 其实昨晚那通暴露哈利的电话 不是约克打的 而是他自己打给薛恩的 因为约克不听从指挥 所以康纳斯决定 借薛恩之手将他除掉 而那安放在房间内的定时炸弹 只是一个微型炸弹 根本无法造成多大的伤害 当康纳斯解决掉纠缠他的嫌犯后 便将自己的警徽 放在早已准备好的尸体上 接着便躲入房屋的地下室 最后才引爆那屋内真正的炸弹 并伪装成消防员 在众目睽睽之下逃离 以此来达到金蝉脱鞘的目的 那具尸体正是他们追查许久的斯格特 因此康纳斯才会打电话告诉薛恩 他解决的都是些罪有应得之人 他不是好人 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 他只是一个看不惯混乱体制的普通人 一个随机事件 导致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 最终呈现出他们之间的规律性 这就是混沌理论 挂断电话 康纳斯朝着机场走去 薛恩之所以找不到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乘坐普通客机 而是包下了一架私人飞机 这是普通人的思维误区 但康纳斯显然已经不是普通人 但随着10亿美元进账 他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有钱人 飞机载着康纳斯飞往高空 飞向他即将到来的精彩人生 《乱战》是上映于2005年的动作犯罪电影 本篇情节跌宕起伏 近乎完整地还原了警察办案过程 随着薛恩的一步步抽丝剥茧 故事情节反转再反转 一个又一个可怕的真相逐渐展示 让观众直呼过瘾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 本篇具有十足的可看性 动作场面火爆 人物性格明确 故事的编排也可以看出导演费剑辛斯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主演杰森斯坦森 这里倒不是说他演技不行 而是作为如此知名的明星 观众自然不会相信 他在电影还没结束就离奇身亡 这一张影片少了几分悬念 不过相较于电影本身 本篇在宣传上的噱头也是极为吸引人 例如比北美更早放映 或是在国内征集电影结局 这些都赚足了观众的眼球 可以看出主创们为这部电影 斗下了十足的功夫 看完全篇 哪位角色的精彩演绎 让你印象最为深刻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各位观众 今天的美国西雅图档案 阅览到此结束 我是探长 我们下个档案见 拜拜